甜点主厨和玉梅特地把传统爆米香制成俏皮网球形状 记者两伟名社 记者两伟名台北报导 有彭四院方来不亦乐乎 台北W饭店今年再度赞助 WTA台湾女网公开赛 为参赛选手们准备到地保岛美食和顶级客房 让来自世界各国的职业名将享受优质服务 台北W饭店美籍行政主厨马乔许 Joshua Marshall 曾在高中时期担任美式足球选手 汲取去年参赛选手建议 重新设计赛事期间菜单 此次活力客房餐点包括韩式水波鸡胸 清蒸太平洋鱼 以及能量果汁和水果丝木席 球员餐厅菜色则有现助意大利面 生鲜沙拉吧香蒜烤鸡胸巴西里 鱼石罗峰味挪威鲑鱼 输肥猪里姬 韩式烤牛肉各式汤品和面包等 每日餐点选择多达30种 甜点 主厨和玉莓特地把传统爆米香制成 俏皮网球形状 并以在地食材制成大壶草莓酥 官妙土凤梨酥和阿里山乌龙茶马卡龙 放入W活力随行碑内让选手打开房门 就能感受独具特色的服务与热情 行政副组处许正堂也推出两道台式美传 让国内外好手们尝鲜 三宝牛肉面试经过三天熬煮汤头 放上汆烫美国 Black等级和牛衣版肉片 美国牛健心和澳洲牛精 令到阿妈的牙肝卤肉饭则选用台湾 黑毛猪腐虎制而成 淋上热腾腾台肯九号米饭 放上煎至焦香的加拿大鸭干汗蜜制卤蛋 让选手们享受在地好滋味 台北W饭店今年继续赞助台湾女将李亚轩 提供年度FIT健身中心无限食用及免费住房 至于本届WTA选手之夜 1月29日将在WUBER及The Kitchen Table西餐厅举行 由W饭店首席调酒师李光耀设计 二款WTA主题调影 都以网球绿色为发像 搭配网球马卡龙增天剧味 台北W饭店设计二款 WTA主题调影 都以网球绿色为发像 搭配网球马卡龙增天剧味 记者两位名社 在地食材制成大壶草莓酥 关尿土凤梨酥和阿里山乌龙茶马卡龙 记者两位名社 三宝牛肉面试 经过三天熬煮汤头 放上汆烫美国 Black等级和牛义版肉片 美国牛健心和澳洲牛筋 记者两位名社 阿妈的牙肝卤肉饭 让选手们享受在地好滋味 记者两位名社 台北W饭店美籍行政主厨 马乔许汲取去年参赛选手建议 重新设计赛事期间菜单 记者两位名社 台北W饭店再度赞助 WTA台湾女网公开赛 为参赛选手准备到地 宝岛美食和顶级客房 记者两位名社 记者两位名社